大家好,我是老莫 有朋友说自己蒸好的馒头总是开裂 每次不管面软还是面硬都是一样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这种小问题解决的技巧 以及咱们在制作要注意的地方 馒头总是裂开 其实它的原因不少 比如说面硬了或酵母放多了 或者是面粉不对都会引起 首先第一个就是面粉不能选择筋性特别高的 因为有朋友会把做面包的面粉来做馒头 它就比较难 所以咱们尽量使用中筋 或者是专用的高筋面粉来做馒头就比较好 第二个问题就是酵母量 还有泡打粉这些量不能多加 一定要按照比例来加 那就记住咱们放入的量 只是让这块面团能够稳定的发酵就OK 不能让面发的太快 发的太快你做出来的馒头 各种问题都会出现 所以大家要想做好馒头 一定要会用酵母泡打粉这些配料 第三个点就是水量了 咱们和面的时候尽量不要和得太硬 稍微软一点不要紧 除非大家想做千层馒头 或者是想让馒头有一点分层的感觉 这时候才把面和硬一点 其他时候把面和得稍微偏软一点 做出来更容易成功 也不容易出现更多的小问题 另外咱们把面稍微和软一点 咱们再揉面发面整个过程都会比较快 面不吃劲 咱们轻松就能给它压下去 面之所以不能活得太硬 是因为它水分一旦缺少 咱们经过一次发酵 还有二次发酵过后 它多少会蒸发掉一些水分 这样就会变得更硬 很容易变干 如果这块面变干了 咱们做好的馒头 在蒸的时候 它就容易面筋支撑不了 容易断裂 所以蒸的时候很容易裂开 第四个问题 大家要注意 和好这块面 一定要保证 它每一个部位的水分 都是匀的 不能出现窝水 第五个要注意的就是发面 发面呢 咱们每次都说 不要发得太过 基本上1.5倍就OK 咱们在家里面制作就比较方便 因为没有压面机 全手工揉面 这个状态是最好揉的 这块只需要注意 咱们在揉面的时候 一定要揉得紧实 表面光滑 必须保证它里面的气体能够完全排出 不能让它气上加气 这样蒸更容易出问题 切开馒头之后 大家能够明显的看到里面没有过多的气孔 比较密集 像这个状态呢 做好的馒头就更好一点 第六点 二次发酵 一定要盖好盖盐 不能让它漏在外面 如果有发酵香的话 这一步就可以避免掉 咱们说过 如果说暴露在外面 它很容易风干 这个皮呢就容易干掉 最后一点也至关重要 就是火 水开之后 一定要调到中火 不能太大 而且时间一定要控制好 不能蒸的过久 蒸至时间过长 再好的馒头也容易出现问题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呢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